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些免費軟體的部分 免費軟體啦 還有一些雲端服務 雲端服務的部分 那等一下會帶大家進到這個 OneNote翻轉學習平台 剛剛大家都有聽到 會錄影對不對 各位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平常上課的話 聽一次就百分之百都會嗎 真的很難 不要說各位我也不會 有時候你知道嗎 我也會叫以前的我教我一下 我也會忘記啊 對不對 但是因為是自己教自己 所以我覺得我雖然有錄影 對各位比較好處 對我也有好處 因為說真的 我有時候也不小心忘記 有些東西一段時間沒接觸了 我就不一定 我就一直在往以前的我教我一下 因為是同一個人 所以教起來比較快一點 那這個呢 我們有幫大家準備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有一個互動擺板 也就是說 平常大家可能有時候上課 比較不好用 一直問問題吧 對不對 今天大家敢不敢問問題 敢啦齁 不敢的沒關係 白板你可以用 等一下呢 你點進來就會到這裡 所以我們今天的資料這裡 有沒有我也把它擺上來了 所以說軟體 你沒有的 但是這個強調一下 這邊只有教室現場的 好嗎 這裡是教室限定的喔 哈哈哈哈 你回去之後就不要用這裡 因為回去之後 我有幫你準備在這裡好嗎 有沒有 回去之後你就用這個 從這裡 一樣可以下載 所以你沒有帶隨身點OK的 沒有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的簡報在下面這邊 有兩個 一個是免費軟體的部分 一個是雲端服務的部分 好 我比較少用PowerPoint的 都用這種的比較多 用不一樣的 那待會呢 我們這些內容呢 等一下就帶各位一起來做 那您可以先進到我們的互動擺板 那這裡有一個GG.GG 加上今天的日期 一橫01 DASH01 您就會進到這個白板裡面 好白板裡面 那 待會我們要麻煩各位 先加入這個群組 這裡有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翻轉學習平台 因為我們的資料 通通擺在上面 通通擺在上面 那麼各位呢 您進到這個平台之後 會長得像這樣 我先等各位一下好不好 各位剛剛發現 大家怎麼都這麼勤勞 來 首先看一下右上角 各位進來 等一下要問問題 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每個人都是匿名的好嗎 毛屍屬胡郎 有沒有 胡猴 屍虎 我們那些像 所以 你看我們左手邊這裡 李嘉 有沒有很多人都擠在這裡 你們擠在這裡幹嘛呢 因為我發現大家很辛苦喔 大家都是這樣子選起來耶 不要這麼辛苦 你只要滑鼠點到它 下面就有了 為什麼一定要 呵呵呵 一定要用最難的方法 因為最難的 我所說最難的就是 你眼睛看到 是不是要叫手過去 還要按住滑鼠脫翼 萬一沒有到 還要 還要把褲回來 不用那麼麻煩 你點一下 青菜點一下 這樣移下來 是不是就有了 這樣會了齁 所以 不要在這裡 塞車 點到它按下面 有沒有 這樣就打開了 可以齁 所以呢 我先講一下 白板怎麼用 事實上 各位 我們這個白板有個好處 這是Google的繪圖 但是呢 都是互動的喔 互動的 所以如果等一下有問題 第一個 你可以用文字框的方式 有沒有 這最簡單的齁 你到底在打 大家都看得到 你正在打 好嗎 不用不用 那 你滑過去就知道說 啊 這是誰問的問題 就是在這邊有沒有 暱稱 晚熊啊什麼的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有人覺得我畫得比較厲害 你可以用這幾個圖案 也可以這有沒有塗鴉 嘿 你就用畫的 這樣我也知道 我看得懂 好嗎 然後呢 還有如果你是畫面上的問題 比如說待會兒你操作上是畫面上的問題 你可以把畫面抓下來 或者把你找到的圖片 比如說你上網不是看到一些圖片嗎 比如按右鍵複製 以我現在來講 如果我點到這邊 我把這畫面抓下來 好 我複製好了 Ctrl加D 有沒有就貼進來了 嘿 這樣也可以問問題 好嗎 這樣了解齁 所以你有很多問題 那 可以呢 如果你跟他問題是一樣的 不管是圖片的文字的 還是這種繪圖的 你就點到他 不用再貼一次 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 新增速解 你就按一下 是不是後面就有了 你們都糾團過嗎 加一嗎 這樣我就知道 喔這裡有第二個人有一樣的問題 好嗎 那如果呢 你還有他沒有講清楚的 你可以在這邊再繼續打 那如果我解決了 我就按解決了 這樣了解 這樣也要齁 好好好 那就繁給各位囉 所以 互動白板 萬一你有問題 待會我們上課整天 反正今天我們整天都在一起齁 有問題的你就在那邊 及時 問一下 我會隨時回來看 經過大家一番的努力之後 哈哈哈哈 已經變成這樣了齁 沒關係 沒關係 老師現在都很懶得擦白板 知道嗎 你們這個 我幫你留存 而且永遠會留存 在這裡 我是管理者的時候 在這邊 版本紀錄有看到嗎 欸你看一下 查看版本紀錄 我們Google 這個是雲端服務 你看 這是有沒有回來雲來的 那你們現在是在這裡 為了怕大家忘記 我就幫他命名一下 好 這樣這個版本就留下來了 所以我隨時要回到過去都可以 有沒有 現在還原這個版本 這樣你知道 老師現在很偷懶 不用擦白板 而且重點是 你們所做的這些討論 有沒有都還在 有沒有都在 這樣討論是好一點 對不對 有圖有真相 沒有 哈哈哈哈 重點是 就是這些內容我們都還在齁 那你就可以隨時回去這樣子 好 那 大家了解了這個白板的使用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怎麼註冊 我們的OneNote這個翻轉學習平台 它是免費的 好 那我們資料都放在上面 所以你點剛剛 是不是大家都點這裡了 對不對 打開了齁 那打開之後呢 你看到這邊 好 在這裡 進來之後呢 您看一下右上角 右上角 這裡 我們現在就不要用註冊的 因為OneNote這個翻轉學習平台 有個好處 它可以用訪客的 所以你能做人家 等到你覺得心甘情願 再來裡面做其他的學習 用註冊的就沒關係 這裡是不是可以取得訪客代碼 你只要滑鼠滑過來 就可以看到這邊 那代碼產生之後 你只要把那個八位數的代碼記下來 下次就用相同的代碼進來 那麼您的學習紀錄 您做的筆記 有加入的課程群組 就通通都會在裡面 就都在這邊 所以您就滑鼠滑過訪客 來這邊按一下 按一下 也沒有一個八位數代碼就產生了 但是這個是我的 你不用操 你要操你自己的 好嗎 操你自己的 好我了解了 這樣就可以進來了 所以這個是最方便的方法 因為反正不用註冊 那您預設呢 進來之後是在發現裡面 這個叫課程 我剛剛講 這是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所以發現這個選單裡面的 其實都是什麼免費的 應該是公開的 公開的 那預設是在這個課程裡面 那我們的資料呢 是在群組 群組比較像班級的概念 所以又比較多班級經營的一個功能 課程啊 單元比較就是只有教材 只有教材 所以我就點到這個群組囉 您知道發現裡面 這個群組按一下 好 有沒有看到 我們排在第一名 底價 好就在這邊 因為我已經公開了 所以說我回去之後 您想用標準的註冊也可以 好 你就點一下它 好 點完了 右上角你已經到門口了 有沒有一個加入 欸 你就按下去 按下去 這樣子呢 我們的資料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 進來了 有沒有我們剛剛的資料都在這邊 簡報在這裡 那今天的錄影片 在右手邊的連結 有沒有 雲團一碟這裡 那另外呢 軟體的部分呢 其實我有一部分放在這邊 你如果用上面這個是一次打包下載 但是呢 如果你要分開下載 右手邊 我有準備 這裡可以再打開 可以再打開 那我們真正的內容 上課的教材內容 是在任務裡面 這樣有沒有都看到很多了 因為這個太多 所以我們待會呢 就慢慢來跟大家解釋 請問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嗎 好嗎 好嗎